大家好我是小杨 今天看的啥 和大家说一个和水有关的恐怖电影 水鬼 关键是这鬼还挺不正经 专挑颜值少女下手 准备好了吗 现在风上 影片开始小镇上发生了多起少女失踪爱 而且最重要的这些人都是前途后撤到腿的长 活头脱的因为少女 他们的失踪方式非常的与众不同 比如在洗手的时候被拉进水盆消失了 喝水的时候被撒在桌上的水带走了 这一看就不是正经而做的 果然这个凶手就很不正经 因为他是水鬼 他通过水将漂亮女孩带到自己的小窝 然后也不知干了啥 从此女孩就神秘的消失了 大花也遭遇了水鬼 当然大花非常的与众不同 在和水鬼玩亲亲的时候 他不知套了个什么玩意儿 然后把水鬼给戳伤了 竟然幸运的逃了出来 20年后小镇上依然流传着水鬼的传说 但是他们不信呀 他们好奇呀 这一天漂亮小们二华来到湖边玩耍 结果当场滑倒 然后被这手拖进了湖里 水鬼一出手就知道大不大 只要你很大必须拖下水 迷迷糊糊间大大的二华看到了水鬼的背影 哇我是你爸爸呀 二华吓得够呛 啊妈妈 二华很大也很幸运 被闺蜜救了上来 从此之后二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他非常怕水连水都不敢喝 洗澡洗脸那就更别提了 没被水鬼整死眼看就要脏死 闺蜜们实在看不下去了 害怕什么就得面对什么 他们决定先给二华泡泡澡 太闷了 看到二华终于躺进了水里 他们开心的笑了 但是没想到二华刚躺进水里不一会儿 就被一只黑手拖住了 没错水鬼来了 比猴还急 二华不停的挣扎 闺蜜们都很奇怪 怎么泡个澡还雇用呢 但是仔细一看 事情没那么简单 他们手忙脚乱的想把二华拽出来 但忒重了拽不动了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好闺蜜的重要性 有个小妹比较灵活 砸碎了浴缸 救出了二华 真是好闺蜜呀 水果的好事被破坏 他有点不开心 生气的现出了原形 啊颤抖吧 几个闺蜜很怕怕 但他们还是决定帮助二华 经过调查 他们在精神病院 找到了当年唯一的幸存者 大华 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 原来20年前 大华虽然逃出来了 但还是被水鬼迫害的 而且还神奇的怀孕了 后来生下了一个女儿 她就是二华 没想到啊 没想到 二华竟然是水鬼的女儿 这什么神奇脑洞 竟然给水鬼安排了老婆孩子 而且水鬼也知道这件事 她要来认女儿了 几个人被困在电梯里 本以为马上就要上演 痛哭流涕的认女儿场面 没想到水鬼还是那么不正经 竟然把女儿的一个闺蜜 给拖走了 没错 拖走了 为了救自己的闺蜜 二华找到了当年大华 用过的浴缸 还有股臭臭的味道 她捏入鼻子 一头戳了进去 然后来到了自己的爸爸 水鬼的家 闺蜜是见着了 但是很遗憾 没有救出来 二华自己也被自己的爸爸 水鬼给安住了 难道接下来 记好水鬼还算有点良心 她并没有伤害自己的女儿 但是水鬼虽然变正经了 但还是架不住大大的女儿啊 二华根据水口不容的原理 不知道在哪戳了个带火的棒棒 猛的戳向了水鬼 水鬼被戳猛 戳了一辈子 没想到最后 却反被自己的女儿给戳了 然后水鬼的身体就瞬间消散了 空间崩塌了 二华侥幸的逃了出来 返回了现实世界 闺蜜呢 二华亲手解决了自己的爸爸 终于变得勇敢了 也敢喝水了 还换了一身新衣裳 也敢在下雨天出门了 还跟自己的妈妈炫耀 杀死了水鬼 厉害吧 没想到大花的回答 却让她瞬间懵逼 傻瓜 水鬼是不会使的 只要有水 它就会出现 花音刚落 水鬼就在二华身上 拎上的雨水里出现了 出来干什么 从此之后 一家三口过上了 幸福快乐的生活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看到这个电影 我真想说 有孔高的 也有孔水的吗 哪能喝水不 好了 我是老杨 我们下期再见